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 经过近十年的诸侯混战 形成了势力最强的两大集团 这就是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 袁绍获得了一州、青州、并州、幽州、四州的土地 雄举北方 曹操的势力 西达关中东到衍州、豫州、徐州 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与袁绍形成了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 此时杨凤已灭、吕布已亡、袁树已死、张秀已降 孙策巨省江东、刘表忠立观望 局势变得十分明朗 那就是袁绍和曹操两雄不并立 必须一决此雄 当时袁绍的实力远远胜过曹操 自然不敢屈居于曹操之下 于是袁绍决定进攻曹操 这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那么兵力微弱的曹操 是如何应对势力强大的袁绍的呢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义中天拼三国之一决此雄 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我们今天讲关注之战 战争是在建安五年二月正式打响的 一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交锋阶段 袁绍先发制人 建安五年二月 袁绍驻军黎雅 在黄河的北岸 派大将炎梁 攻打隔阂的白马 同时派大将文丑 进攻炎金 主战场是在白马 这个时候驻守白马的 是刘延 刘延有三千人 这样打到建安五年四月的时候 刘延顶不住了 给曹操写了一封鸡毛信 求援 曹操也知道刘延 顶不住 决定征援白马 这个时候曹操的一个谋士 叫做巡游的 就跟曹操说 咱不打白马 我们打严金 曹操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什么意思呢 声东击西 现在我不是白马吃紧吗 我们不打白马 我们打严金 做出一副要包操 袁绍后路的这样一个架势 袁绍一定会上当受骗 增援 严金 曹操马上采纳了 巡游的这个建议 率领一支部队 大张旗鼓的 向严金方向挺进 请注意啊 他这个禁军呢 是大张旗鼓 故意让袁绍的侦察兵知道 于是袁绍的侦察兵 马上回去报告 果然袁绍上当受骗 派出人马 增援严金 但是曹操走到半路的时候 曹操下令部队原地休息 然后派一支轻骑兵 操小鹿 直扑白马 为首的将军 就是关羽 在这里 还有一段插曲 公元199年末 当曹操正部署和袁绍作战时 刘备起兵反抗曹操 并积极与袁绍联系 打算合力加攻曹操 曹操亲自率领精兵攻打刘备 一举占领了沛县 收复了徐州 刘备全军溃败 带领少数兵马 逃往河北 投奔到了袁绍的帐下 关羽无力抵抗 投降了曹操 那么关羽投降曹操以后呢 曹操对他非常的好 那么关羽当时就 做了一个决定 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以后 再回去找他哥哥刘备 那么关羽 还有其他将领呢 带着这支亲戚兵铺到白马 炎梁措手不及 被关羽立斩马下 这个时候 袁绍才发现是上当 中了调虎离山 中了这个深东击西 调虎离山之际 然后派刘备和文丑 转过来 拦截曹操 而曹操也很清楚 白马这个地方虽然解围了 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再守 袁绍一定会反扑过来 而且我们白马一定守不住 而且 袁绍一旦得到了白马以后 他一定要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 要屠城 因此曹操决定 带着白马的老百姓 沿着黄河 往严津走 这个我们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 这刘备 打败仗了以后 走的时候要带上老百姓的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曹操 撤退的时候 也是带老百姓的 那么曹操带着这么多老百 白马的老百姓 往严津走 当然是走得很慢 结果呢 撞上了刘备和文丑的军队 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曹操有五六百个骑兵 来到了严津 东南面的一个山坡上 正准备休息 这邵兵向曹操报告 说报告 前面来了几百个骑兵 曹操说知道了 过一会儿 邵兵又报告 说来了一千个骑兵 步兵数都数不清 曹操说别报了 然后下命令 下马 原地休息 这将领你就不懂了 说敌人都扑过来了 我们应该上马准备 我们怎么下马 原地休息呢 再说我们从白马 运过来那些资重 那就是那些粮食啊 布匹啊 七七八八的东西 都在路上呢 我们起码要把这些东西都运回军营去 再准备迎战吧 曹操就不要管 他说你不要管 你们都给我下马 坐在地上 休息 这又是曹操的一计 什么计呢 诱敌之计 果然呢 这个刘备和文丑 带着骑兵冲过来以后 看到一地的东西 这都是好东西啊 所以骑兵就开始犹豫 犹豫了一阵以后 都抵挡不住 这个诱惑 就全部都下马来 去捡那些东西 抢那些宝贝 这时候曹操一声令下 上马 冲锋号吹起来 战鼓雷起来 杀声寒起来 六百铁骑 从高坡上 倾泻而下 顿时打得援军 满地找牙 文丑也被立斩马下 谁杀的 不知道 三国演义说是关羽 正是无记载 估计可能也是关羽 因为就是这次战争以后 关羽就留下了一封书信 一封感谢信 封存了 曹操给他所有的赏赐 骑上他的赤兔马 去寻找那个 比兔子还跑得快的哥哥去了 文丑被杀了以后 刘备他是掉头就跑 刘备之人这个本事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就是关渡战争的第一个阶段 在关渡之战的交锋阶段 曹操声东击西攻其不飞 打了袁绍一个措手不及 不竟解了白马之围 还折了袁绍的两员大将 曹军可以说是出战告解 然而袁绍虽然出战失利 但却在兵力上仍然占有优势 曹军将彻底取胜 还需使励 那么接下来的双方较量 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战争打完了以后 曹操心里很明白 自己其实不是袁绍的对手 因为袁绍当时号称是十万精锐部队 曹操按照三国治的说法不足一万 当然给三国治做铸的裴松之 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 曹操的军队怎么算也不止一万人 估计也就是两三万 肯定是宜少胜多了 宜寡敌众了 所以曹操觉得 曹操明白 严金白马不可守 于是曹操虽然打胜了仗 退军官渡 而袁绍呢 而袁绍呢 他觉得他牛啊 那这个曹操 打胜了仗还往回跑 肯定是胆怯嘛 是打不赢嘛 我们就应该前进 于是袁绍就进军官渡 但是袁绍不知道曹操这个 决策啊 是很务实的 因为曹操知道这个时候 我如果 在白马和炎 严金和袁绍对抗的话 我是不合算的 我林肯往后退一步 退一步有什么好处呢 拉长了敌方的补给线 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 这许都在这儿 关渡在这儿 叶城在这儿 黎阳在这儿 白马在这儿 在这儿打仗 曹操的补给线 在这儿进行战争 袁绍的补给现场 所以曹操叫做敌进我退 但是退到官渡呢 曹操也无路可退了 于是袁绍就在官渡 这个地方 砸起了银内 曹操呢 也相应地砸起了银内 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 相持阶段 这个阶段的战争呢 技术含量很高 袁绍呢 先是在自己的营内里呢 垒高丘 他这个把土弄来 做成一个小山 上面呢 在盖楼 然后派他的弓箭手 居高临下地 对着曹营射箭 这个厉害的 好像这个现在的火箭炮似的 曹操死伤很重 那么曹操想着 直接要对付他 于是他制造了一个机器 叫做发石机 这个机器什么样子 我现在也描绘不出来 反正呢 他能够把这个 这么大一颗石头 像炮一样的 这样打过去 发明了这么个机器 做了一批这个机器 然后把这个大石头 一个石头 一个石头的 往原营里面发射 这样相持了 几个月 双方是不分胜负 但是都很疲劳 有一天 从许都运军粮的车子 开进了曹操的军营 曹操去劳军 曹操这个人 对士兵还是很好的 他看见那些运粮的 那些运输队 非常的辛苦 面黄激瘦 有些这个运夫 穿不起鞋 是光着脚赶路的 满脚都是老简 甚至磨破流血 曹操看了以后 非常难过 曹操就走过去 和他们问长问短 问寒问暖 然后拉着他们的手说 弟兄们辛苦了 请大家再给我15天的时间 只要15天 15天以后 我再也不让你们这么辛苦了 也就是说 15日之内要结束战争 曹操他有这个把握吗 没有 实际想法是曹操不想打了 他准备在15日之内 撤军 不打了 太累了 受不了了 他写了一封信 给留守在许都的寻遇 但是寻遇反对 寻遇说 民工啊 这一仗 咱们打 也得打 不想打 不能打 也得打 请民工想一想 袁绍这一回是清朝而出 十万精兵全部拿出来了 就是要和我们决一死战 他是不会散罢甘休的 你退他还要进 你没有退路了 只能顶住 那么曹操又去征求 贾许的意见 贾许说呀 曹公啊 你有四个方面 比袁绍强 你的智慧超过袁绍 勇敢超过袁绍 用人超过袁绍 决断超过袁绍 你有四个方面 超过袁绍 为什么打了半年 还不能胜利呢 根本原因是你 总想万无一失 你顾虑太多了 只要你 下定决心 集中兵力 一定能够胜利 假许 和寻遇的意见 是对的 战争 是一种风险 极大的事情 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 谁 都没有 必胜的把握 在战争中 做到万无一失 是很困难的 这就需要 主帅的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 战争的胜负 往往决定于 主帅的意志 是否坚强 而最后的胜利 也往往存在于 再坚持一下的 努力之中 在关渡之战的 第二个阶段 曹元双方 相持不下 各有损耗 曹军两草将近 士族疲乏 曹操几乎失去了 坚守的信心 他开始顶不住了 心生撤军的强法 那么 此时已经军心动摇的 曹操会撤军吗 还会有什么机遇 等待着曹操武 机遇说来就来 由于三件事情的发生 战争进入了 第三个阶段 转折阶段 第一件事情 刘备开丢 关渡之战 相持阶段的时候 袁绍曾经派刘备 南下 到许都附近去骚扰 联合了一个背叛曹操的 原来黄金军的一个人 叫刘毕 他们两个人 在许都周围 骚扰曹操 最后被曹军打得落滑流水 刘备 回到关渡以后 就跟袁绍说 这样打下去不行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联合一下南方的刘表 我们联合刘表 让刘表在南方攻他曹操一下 不就行了吗 袁绍一想有道理啊 那你去吧 你和刘表不都刘家的人吗 那当然是刘备去做这个使劫 就批准刘备带着自己的军队 去联合刘表 刘备联合什么刘表啊 他就是开溜嘛 那么刘备为什么要开溜呢 一种可能 是他打了败仗回来以后 袁绍给他的脸色不好看 这是一部分历史学家的猜测 但这种可能性呢 不是很大 或者是有呢 也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第一个呢 这个袁绍父子对刘备呢 他是蛮客气的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 非常的敬重 第二个 就算这一回袁绍脸上不好看 这个刘备他也是能够忍受的 因为刘备这个人 他一向都是在投靠这个 投靠那个 是不是啊 他曾经投靠公孙战 打袁绍 后来又投靠这个陶仙 打曹操 后来又投靠曹操 打吕布 现在又投靠袁绍 打曹操 他都换了多少回了 这个脸色难看一点 他能忍住 我觉得他恐怕就是那个海轮上的耗子 最先知道这个船能不能 会不会翻 他政治上很敏感 他可能已经预料到袁绍要失败了 所以他留之乎也 这个事呢 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许游叛逃 许游叛逃的原因呢 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呢 说是许游贪财 袁绍不能满足他 所以他投奔曹操 第二个说法呢 说是许游的家人 为非作歹 被留守在叶城的审配下了大意 所以许游叛逃 第三种说法呢 是许游向袁绍建议 我们现在应该抄小路 到许都去把天子劫持了 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 所以叛逃 其实这三种这个说法呢 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那就是许游发现 他在袁绍这里 许游也不能得到使用 他的欲望也不能得到满足 那么他绝对不能待下去 他投奔曹操 而许游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他是袁绍最早的谋士 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机密 而且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 有很多主义的人 他一投奔曹操 曹操拍手大笑 武士记忆 这下我这个事好弄啊 许游一投奔曹操 马上就跟曹操出了一个主意 火烧乌朝 这个乌朝在哪里呢 乌朝在这里 乌朝这个地方啊 是袁绍的囤积军粮的地方 是个粮库 许游给曹操出主意 派骑兵突袭乌朝 一把火把袁绍的军粮 烧它个干净 曹操马上采拿这个计策 连夜赶往乌朝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发生了第三件事情 就是张河反水 张河呢 也是袁绍手下的一员大将 比炎梁文丑 其实还好 炎梁文丑是游勇谋 张河呢 是游勇有谋 当时袁绍这边得到 曹操旗席乌朝的消息以后 张河就向袁绍提出来 必须立即增援乌朝 如果我们把乌朝丢了 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 我们肯定是一败涂地 但是袁绍手下一个谋士 叫做郭图的不赞成 郭图说 我们现在应该去打关渡 我们一打关渡 那曹操他走到一半 他就会回来救关渡 乌朝之为啊 不解自救 袁绍觉得郭图这个办法好 就采拉郭图的办法 派一支很不怎么样的军队 派清兵 派清兵去救援乌朝 派重兵去攻打关渡 张河说主公这样不行 关渡这个地方是曹操的大本营 我们哪里是一会儿功夫能够拿下来的 能够拿下来我早拿下来了呀 我们打了这么久 就因为他拿不下来嘛 救乌朝吧 袁绍说不不不就这样 打关渡 结果怎么样了 乌朝失守 军粮全部烧光 而关渡打不下来 那么这个结果就证明郭图的这个主意出错了 对不对 那郭图就很紧张 紧张以后他干什么事 他跑到袁绍那去打小报告 说主公啊 张赫听说我们丢了乌朝 他心才落祸呀 他说证明他正确呀 郭图拿准了袁绍这个家伙死要面子 袁绍马上起了疑心 张赫一看这下子完了 前方失利后院失火 走投无路 和他部下高难一合计 算了 咱投降吧 把战车一烧 举起旗子 投降曹操 这个时候张赫是在关渡 曹操在乌朝还没有回来 正从乌朝回来的路上 守关渡的是曹操的军师巡忧 和曹操大奖曹红 当时张赫带着和高难 带着部队来投降 曹操说这是真降啊 还是诈降啊 巡游说不要犹豫了 曹将军赶快开门 肯定是真投降 打开阴门 张赫进来 张赫投降以后 曹操从乌朝也回来了 大喜过望 拉住张赫的手 这是 韩信祥的刘邦啊 好了 刘备开溜 元少 元少 失了外援 取游叛逃 元少丢了智囊 张赫反水 元少 折了臂膀 三件事情都证明 元少大势已去 战争迅速进入 第四阶段 决胜阶段 这个阶段就简单了 就是曹操 按照贾许的这个建议 集中兵力进行反攻 而元少这边已经军心大乱 不堪一击 元少本人 带着他的长子元潭 跳上马 掉头就往北跑 什么都顾不上了 稀里哗啦的 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曹操来到元少的大仗里面 发现元少的大仗里面 放着图书 珍宝 古丸 你说你出去行军打仗 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 干什么 白谱 元少总认为自己民事风流 儒匠风度 走到哪儿都把这个书啊 什么珍宝古丸啊 都带着 弄个架子 架子擦到干干净净的 这个风度好极了 结果呢 全部变成了曹操的战利品 这件事情 是在建安五年的十月 这一仗以后 元少集团 一蹶不振 关渡之战 以曹操的全面胜利 而宣告结束 曹操以少胜多 出奇至圣地 击败了元少的十万大军 这一战 使曹操最终在黄河中下游流域 当时中国最繁荣 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奠定了他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 而失败了的元少 最终的下场和命运 又将怎样呢 建安七年五月 元少发病 欧血而死 建安九月 元少的接班人元尚 被曹操击败 建安十年 元少的长子元潭 被曹操所杀 建安十二年九月 辽东太守公孙康 谋杀了元少的接班人元尚 和元少的二儿子元西 把这两个的人头送到了曹操的帐下 从此元氏集团灭亡 元尚和元西之死呢 还有两个小插业 当时啊 这俩小子 跑到了公孙康的那个地方 辽东太守公孙康 那个地方 大家都说 要打一下 曹操说 用不着 等着吧 公孙康 会把这两个人的人头 给我送来的 他就说 为什么呢 曹操说 很简单 他们这两伙人 根本就是同床异梦 而且双方都会打对方的主意 我们要是逼急了呢 他们就紧密地勾结起来 我们放他一马 他们自己就打起来 果然啊 这个元尚和元西跑到公孙康 那儿去了以后 兄弟俩一琢磨说 我们哪次请公孙康喝酒 我们把他做了 这地盘不就是咱俩的吗 公孙康 都想什么呢 说这两个家伙得罪了曹操 跑到我这儿来 那我怎么跟曹操交代 我请他们喝酒 也把他们做了 结果被做了的是 元尚和元西 也真的是在酒宴上 公孙康设了一个鸿门宴 把这两小子抓起来 捆起来扔地上 这两个人说 哎呀这地上是冷啊 11月嘛 冬天嘛 这地上冰凉的 能不能给个垫子 给我们做一做 公孙康 不说哎呀 你们两个的人头 都要出远门了 要什么做电呢 所有这一切 都在曹操的预料之中 所以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 取得胜利的人 是洞悉人性的人 是能够琢磨对方的心思的人 原谈死了 原谈死了 原汐死了 原尚死了 原氏家族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 所有这些都根源于 关渡之战 关渡之战以后 当时中国的局势 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北部中国 基本上是姓曹的了 这个结局 在原哨那边 有两个人 早就遇见到 一个是他的楼市居寿 还有一个是他的楼市田锋 这两个人坚决反对原哨 发动这样一场战争 而田锋反对的更激烈一些 田锋说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 是壮大自己 我们壮大自己的同时 我们可以派小股部队 去骚扰曹操 我们的部队分成好几股 从不同的方向出发 曹操救援东边 我们就打西边 曹操救援西边 那我们就打东边 反正让他疲于奔命 我们以一代劳 这样用不了三年 这个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现在主公林 集结十万精锐部队 孤聚一聚一聚 万一打败了 怎么办 袁练书上哪里有万一啊 什么万一啊 我怎么会打败啊 田锋说 主公不能这样啊 田锋也是 袁绍的老谋士了 也可能是有点 一老卖老 拼命的拦住 不让袁绍发动这场战争 是袁绍 勃然大怒 你干什么你 我现在部队已经集结 军号已经吹响 我就要出征了 你老在这说 失败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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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嘴啊 再说 再说我杀了你 我关起来 关到监狱里去 扰乱军心 动摇军心 诅咒我出师不利 你先在监狱里 给我待着 等我凯旋回来的时候 看你有什么脸面 来见我 一年多以后 关渡之战失败的消息 传到了叶城 事实证明田锋是正确的 于是朋友们到狱中来 看望田锋 并向他表示祝贺 说田兄啊 这下你就可以出狱了 这下你就会得到重用了 因为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 田锋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仰天长叹 这一回 我是死定了 他就说这为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不是证明你正确的吗 是啊 为什么 怎么可能啊 请看下集 胜败有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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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